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自然療法如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都可以 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集是我們第三集講那個不上生病 就搞定自律神經這個題目 是 因為資料實在太多了 那上集提到有一部儀器叫做太空小寧精 那它其實為什麼是這麼有效呢 為什麼它可以調節那個自律神經呢 我知道這一部儀器他們做了很多測試 有很多臨床方面的實據 袁醫生可不可以和我們詳細說一下 好啦 那我們就和上兩集都很清楚解釋 其實很多病根源都是叫做自律神經系統失調的問題 那如果你處理不當 就慢慢成為一種器官性的問題 嚴重的身體的疾病會出現 那既然那個自律神經系統是這麼重要的話 如果你是有一種方法可以直接去調教這個自律神經系統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那原來蘇聯在幾十年前 蘇聯還沒抑架之前 那其實它也有做很多這方面的太空的醫療的需要 那簡單來說我上次好像都提過 就是當一個太空人想去太空工作 漫游生活的時候 那如果他有病 如果用一般傳統的方法 用西藥或者用草藥 因為始終在蘇聯是很多社會上都很多用傳統的草藥 就是不是很像香港或者很多其他西方國家 那麼著重於化學藥的 但是始終那個太空人的尿液是要循環作用的 那如果你突然之間有些吃了些西藥 然後那些尿液一定含有西藥的副產品也好 或者剩餘的物質 那變成那些尿不可以用得回 那他就說如果我們能夠做一個純物理的醫療方法 這個就最正的了 那他研究了很多 有幾組醫生的 不是一組科學家 有幾組科學家的 那他結果他就研製了一個儀器 那個儀器的那個作用 是叫做調理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的適應能力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治療神經系統 那身體的神經系統 是有三組神經線組成 一種是叫神經線A 負責傳送的感覺 我們叫做Sensory Nervous System 第二種的神經線叫做B神經線 是負責動作的功能 它叫Motor Nervous System 那但是還有一種 我們叫做C神經線 其實是佔總神經線百成這麼多 那這個呢 就其實是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那這個呢 就是負責調理身體系統功能 比如心跳 胃消化 肝排毒 胰臟生產 胰島素 膽囊的分泌膽 腎排泄 和尿 汗腺排汗 腺體的分泌 荷爾蒙等等 其實呢 這些完全是受制於 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 那我剛才說了 那個治療神經系統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儀器 我們叫做 心律轉移率 變移率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那這個一個很 其實在歐洲很多醫生都用的 那香港來說呢 我們都引進了這個科技 都成十幾十幾年的了 十幾二十年那麼久的了 那麼我們都一直呢 就在 為個病人呢 做一個很簡單的 沒有侵犯性的身體的檢查 其實我收費很便宜的 就是二百元而已 那就可以呢 就一個很準確地呢 可以知道呢 那個病人的身體的健康狀況去到哪裡 那其實我們就由他的心跳變移呢 就反映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的功能 的調理能力 從而呢 由知道治療神經系統的功能 那個水平呢 就反映那個健康的水平 那所以這麼簡單呢 是一個很簡單的健康測試的 好了 那你剛才問呢 蘇聯這方面呢 研究了這麼久了 那其實他有沒有一些 那些臨床的經驗 那其實蘇聯呢 是做過數幾千 過幾千的 用這個科技呢 那個神經電子神經協調器的 臨床的效果的經驗 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最最簡單就是 神經肌肉系統的疾病和損傷 差不多很多人有的 嗯 是呀 有的人有跌傷 有跌傷 撞傷 扭傷 那這樣 那譬如關節病 關節炎 關節性的 那個變性的那種問題 或者背部的疾病 比如K型 脊椎病等等 通症 那相信通症 很多很多人有的 那他用脊椎神經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神經受壓 我們是脊骨神經科醫生很強調的 那 那就是神經受壓引起的痛症 還有神經痛啊 頸痛啊 腰痛啊 坐骨神經痛啊 肌炎 硬帶的勞損 軟組織的損傷呢 就算不明來因的腫痛 那他加加起來呢 病人的數目呢 是有7320宗 而其中呢 在經過這個科技去治療呢 完全治療呢 是6353宗的 是非常之高的那個成功率 差不多全容都是80%以上的 好了 在一個循環系統疾病呢 比如那個血管暫 即是短暫的堵塞 那這個什麼叫做 血管暫 短暫的堵塞呢 我英文叫做 TIA Transient Eschemic Attack 很多人呢 就突然之間呢 就覺得個人呢 就好像暈了暈了 或者那個 那個神智呢 就不清醒啊 記憶好像叉叉叉這樣 那其實呢 血管是有少少堵塞的 那在某個程度上呢 也都叫做 某一類型的 那種的 我們叫做 中風 那有些人都是的 這種堵塞性的中風 那他做過呢 就682宗呢 其中全部有效治療到 614宗 非常之高的 好了 原發性高血壓 那他處理過318宗呢 那他處理過318宗呢 完全幫助到呢 是261 那其他呢 心搞痛啊 嚴重的心肌緊失啊 心臟躁啊 心力衰竭啊 心臟缺 心臟缺血啊 心痛啊 痔瘡 這些跟那個血管循環系統有關呢 總數是1927宗呢 其中1586宗 是完全治療到的 嗯 好了 耳仔痛啦 耳發炎啊 失衷啊 聽覺異常啦 總數345宗裏面呢 310宗都要完全康復的 好了 那避尿系統啦 男性伸直功能的障礙啦 比如那個腎慢腎炎 即是急性或者慢性的腎炎 尿道結石啦 膀胖炎啦 尿道炎啦 前列腺炎啦 急性慢性 前列腺真身啦 男性不育症啦 羊胃啦 1873宗 1722宗呢 都治療好 好了 跟著女性伸直系統的疾病啦 比如乳房的疾病啦 乳房的急性的乳房的疾病啦 乳卵管炎啊 乳卵的卵巢的囊肿啦 子宫炎啊 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 子宫肥爛 經痛與經失調 女性不認證 性冷感 他們處理的總數 1712宗 其中1438宗都痊癒了 好了 跟著呢 就呼吸系統啦 急性的鼻炎炎 即是乳痕性感冒啦 急性的那個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啦 急性的乳痕性的感冒啦 急性的扁桃體炎 和那個煙炎啦 急性的那個鬥房結炎啦 急性的咽喉炎 和氣管炎啦 急性的支氣管炎啦 肺氣腫啊 氣喘啊 急性呼吸衰竭 急性肺水腫 還有胸膜炎等等 2908宗呢 是成功率是2729宗的 好了 消化系統啦 胃炎啊 十二子腸啊 結腸炎啊 胃肺羊 十二子腸肺羊 腸炎 沒有感染性的腸炎 結腸炎 那個膽囊炎 肝炎 肝炎 肝衰竭 以及疑腺炎 急性和慢性呢 總數有2062宗呢 有1930宗都治療到的 那麼可以這麼說呢 他們這個的紀錄呢 是一位 醫學博士 Doctor Gofingo 在蘇聯 他們很多診所的 都是用這個科技 貼條神經系統的科技呢 搜集數據呢 總共是18149個個案 其中呢 一千 一萬六千 零六十八個呢 是完全治療到的 那麼就是說呢 百分比的成功率 是88.53% 嗯 非常之高啊 是啊 所以你看到 這個科技其實出現了 我想是蘇聯都 都有了 在市面上有得用 都有成二十幾年的 我們都很幸運 我很多年前 就在英國 就有份刊物 介紹它 因為蘇聯的科技 就走出 即是瓦解之後 他們有很多日 就走回出來 那麼 我就將它 就引進來我們香港 我用了很多年了 那麼我們很多病人都會買回去自己做的 那麼當然呢 那些儀器的東西呢 就是不是說買了就拿著就 就是有效的了 要用的 那麼都要懂得去用 那麼我們有很多些課程 那麼早年呢 我們都開很多些 叫做那個 那個 我們叫做 激退痛症工作方 那麼當然呢 我們就由那個痛症開始了 那麼始終呢 痛症是很容易 即是即時可以顯示的效果 嗯 譬如說原化性高血壓 那這些不是做一次兩次 那是做一段長的時間的 那麼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呢 我當時就介紹這個 這個儀器 那麼很多人都 就是來參加 那我就即時做過示範的 那麼其實我們今時今日呢 我們在診所裡面 都有用這個方法的 就在我們的體質水療裡面 是 我們就加插了這個 神經系統協調器 那所以我們過去很多很多的病人 尤其是小朋友 他就初期體質很差的 經常傷風啊 經常病啊 經常回不了學校啊 那麼就得起心機呢 在暑假期間呢 就做他一輪 那一輪就是講幾十次了 二、三十次左右 那一個禮拜做兩、三次 那就是其一種體質水療的 那將那個身體呢 那個整個那個 整個那個 那個體質都改善了 那以後就是小病的 那體質水療呢 本身也是一個很長歷史的 四五十年歷史的 一個美國的一個醫生呢 是O.G. Carroll 是第一代的美國的自然療法醫生呢 是搜集了全世界四十多方面的 水療的技巧呢 技術呢 就將它呢 成為這個叫做體質水療 那我們做的時候呢 我們都不是說要一個浴缸去做的 有些人一聽到水療 是吧 要噴水啊 可能是大浴缸浸浴啊 那這個體質水療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主要是用一個很冷很熱的毛巾 那個膚弄在身體的胸和背 交替有一個時間的 來推動那個血液循環呢 那就知道呢 五臟六腑那個 全部都是在那個胸背 那個胸膛那裡的 那所以跟我們一般 洗澡啊 花灑來臨浴呢 有一點點不同的 因為花灑來臨浴呢 通常呢 在死肢那裡呢 就很多血液在那邊 運行得很厲害的 但我們不是要這樣 我們的效果呢 就要我們那個五臟六腑 在我們胸膛腹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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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血液呢 那些血液呢 可以可以可以循環 加速去循環 簡單來說 是淨化的血液 你知道啦 血很重要的 你能夠直化血液呢 那你的整體的體質呢 都會因為排多度之後改善的 那在這個體質水療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也都有附帶這個 蘇聯的太空科技 那樣就做那個脊椎 如果大家有些 即是生物的常識 都會看到人體的脊椎 在背脊那裡走出來的 那麼治療神經呢 就是我們那個胸椎 我上次都提到的胸椎 還有腰椎 那段呢 是那些治療神經系統 即是分布出來的 而那個膠感神經 那麼那個腹膠感神經 那部分呢 即治療神經系統的第二部分呢 那就是那個頸椎 所以在我們治療裡面呢 我一定要很小心 要上下都要做足的 那麼我在新加坡呢 我亦都遇過這些 有些地方呢 診所啊 美容院呢 他就真的用這個方法呢 就是很徹底來幫別人做的 那麼他們的成績又非常之高 那麼這個儀器呢 就是在水療裡面 大家可以有體驗到 那當然啦 這個一個很簡單的 細細架的 是一個電子操作的 電子的儀器呢 其實很多人自己買回去自己做的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 在那個 治療神經系統那裡呢 我們有一個 那個我叫做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udy 就是那個 心臟變異率 那個分析的儀器 那還有呢 我們也有治療的 那麼當然啦 治療的方法很多很多 那麼我們通常呢 我們其實呢 就很多資料呢 一部分的資料呢 其實都是跟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 《不想生病就搞定治療神經》 那麼這個是一個台灣的 精神專科醫醫師 郭玉祥他寫的 那麼我的書法非常之好 那麼所以呢 我很多病人呢 我都都建議他自己都看一下 因為書裡面有很多些內容 是很適合用的 那麼好了 那麼他本書也都看過了 他說 治療神經失調的治療過程呢 他怎樣呢 那麼他將會分別在急性期 緩解期 還有保養期三部分的 那麼在急性期的時候呢 病人是有急切的症狀的 明顯的症狀 不舒服 那麼這個階段 他就會用一些藥物治療的 那麼就起碼 將病人感到困擾 不舒服的症狀 解除了他先 那麼幫助病人 找回舒適的感覺 才再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治療的 那麼當然呢 就是說他說 那你說治療神經失調 不是可以 只是透過非藥物的治療緩解嗎 那麼為什麼還要吃藥呢 那麼他解釋一下 他說 如果一個人斷了一隻腳 骨頭 即是骨折了 那麼當然要用石膏 幫他的骨頭鞏固了 那麼才再煲湯水 補骨湯給他喝的嘛 那麼就是說 第一件事當然要幫他打石膏 是比較正確的方法的 那麼所以呢 治療方面呢 其實有先後那個 有一個順序的差別的 急性期的病人呢 是飽受各種病症 例如失眠 胸痛 腹骨困難 折磨的苦 身體疲累不堪 那麼當然先用藥物呢 是那個症狀解除了 對心理心理的健康 才有正面的助益的 那麼當然呢 在他們呢 就會用一些西藥的藥物 那麼在我們的治療裡面呢 其實我們就用同類療法了 因為同類療法呢 是可以這樣說 在症狀的階段 是那個神速 是很快很快 那也是呢 是副作用 是沒有副作用的 一種 因為一種經過特別的稀釋 稀釋成這麼多 這麼多億萬分之一 可以這樣說呢 同類療法的療劑呢 經過稀釋之後呢 稀釋到程度呢 是沒有任何的化學成分的 所以同類療法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醫療工具了 所以我們很放心呢 給嬰兒 初生嬰兒 孕婦呢 是給他們用的 所以在我們的診所呢 我們就會用同類療法 才處理急性期的那個問題 那跟著呢 就緩解期了 緩解期呢 他就會用日常的保養 和藥物的輔助 那兩方面的 那知道香港呢 很多人都會已經很習慣了 也都認識很多的 所謂的營養的補充劑啊 草藥啊這些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在一個很急性的的狀態 的症狀狀態呢 我覺得呢 那個有時候用草藥啊 或者用那個營養補充劑呢 那個效果呢 都沒有跟他療法那麼快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是著重點都是 但我們都會用 譬如一般傷風感冒啊 那種草藥都很多啦 是不是 那些咳嗽啊 那些痛一般的性 都很多的工具的 那在這種情況呢 我們都會用 採取這些 各方面的自然的工具啦 那在緩解期呢 我們都會用日常的保養啊 也都加很多營養補充劑啦 那最後就是保養期啦 這個就是自我治療期啦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生活習慣 我跟大家分享過啦 導致我們健康的真正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 食物啦 水啦 空氣啦 陽光啦 休息啦 運動啦 還有那個心境啦 我們的心態啦 還有地球的環境 那這個就是八大健康的因素啦 就是最後最終最終的保養期呢 就是我們 就是首先我所說的 那八個主要的條件來的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呢 我們有些什麼病 除了提西醫之外呢 都會用中醫的喔 那尤其在現在 以養生為基礎概念的潮流之下呢 大家都很注重在全方位去調養啦 回歸自然的喔 那原醫生是中醫方面 其實 怎樣醫的呢 那中醫經常叫做養生啦 是不是 那其實中醫的養生 的觀念裏面呢 他說人體呢 是一種連 即是有一種連系關係的整體啦 以五臟六腑為合心啦 那身體想要健康呢 就需要將五臟六腑都照顧得好啦 那一來呢 那壯腑之間的作用 才能夠暢順啦 那中醫理論裏面的壯腑呢 跟遠代的醫學裏面的那個 壯氣的名稱呢 都大多都是雷同 但是其實呢 在功能上呢 概念上呢 是不是說同一樣東西的 有一點點不同的 那好了 那我們中醫的要照顧自律神經系統呢 第一呢 就要照顧好心肺 才能夠強化自律神經的功能的 那就是心如刀割啊 心有戚戚啊 心有戚戚啊 膽戚心經啊 動人心緣啊 這些 就是大家都會發現呢 其實很多情緒感情的慈父呢 都跟心呢 是缺不了的關係的 那事實上呢 是古今中外 都用心為情緒的主導啦 那中醫裏面所說的心呢 當然 不是只是那個空堂裏面跳動的心臟 和涉及呢 涉及呢 人腦的運作 那我們就要了解一下 中醫世界裏面呢 五臟六腑的功能了 好了 第一講心啦 中醫的定義裏面呢 心的作用呢 可以粗略分為兩個方面的 是心理和心理 在心理上呢 它是負責那個 調節心血系統啦 就像一般西醫所說的 心的功能呢 但它亦都是維持神經系統的功能的 在心理上呢 它的影響就是人的精神狀態 那中醫認為呢 唯有心處於健康的狀態呢 血才能夠身體中 那個流暢運行的 人體才能夠獲得充分的滋潤啦 至於精神方面呢 中醫的主張呢 一個人的心呢 必須功能健全 思路才會清晰的 那活動才能夠敏捷的 那如果心的功能不好呢 那這種健忘呀 反應遲鈍呢 就會出現的了 那在中醫的理論裡面呢 五藏以心為首啦 心為君主之官 那這裡可以看到呢 他們見到心的重要性了 那基本上呢 心主宰著五藏六虎 治療神經呢 都跟各器官間呢 有一種感密的關係的 因此呢 心的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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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藏六虎才能夠充分的滋潤啦 好了 那終於方面就講肺了 終於認為呢 肺和呼吸水液代謝 血液的循環呢 治療神經系統和免疫系統 有密切關係的 肺當然負責管理的呼吸活動啦 在體內所有氣交換的地方啦 肺能夠將好的氣 我叫做清氣呢 送往體表 將不好的氣 即是逐氣呢 排出體外啦 那以保持身的呼吸道的 整個結症和健康呢 肺功能正常呢 才能夠產生足夠的氣呢 血的運行呢 才可以暢順的 好了 那肝的話 在中醫劃分裡面呢 肝是控制中樞神經系統的 負負責呢 是疏道酸蝕全身的氣血津液 那也是負責 隱藏的血液的 那調理的血量 那透過肝的運作呢 身體裡面的氣啊 情緒啊 還有一個脾胃的消化功能呢 才能夠全方位得到照料的 那因此呢 肝和視覺呢 都有相關啦 我經常叫肝開竅於目啦 那所以中醫在看診的時候呢 都會看過雙眼的狀態呢 是判斷呢 那個病人的肝有沒有問題啦 嗯 那接著皮啦 那中國人呢 皮主混化了 中醫認為呢 皮一種主要的器官 消化器官 是提取那個營養物質 將營養部分呢 轉化為氣血遵液 混輸於全身的 那至於那個精微營養物質 產生的水分呢 也都往下呢 是送去腎和膀胱 最後排出體外 那還有呢 皮呢 還控制著血的運行 如果皮健康呢 血呢 就會正常的運行軌道上呢 是流動的 但是如果皮不健康呢 那失去了對那個血的控制呢 血就會抑出自己的路徑呢 是引發疾病和不適 那胃呢 是六腑中與皮相對應的 的器官啦 那所以看中醫的時候呢 我常常都聽到脾胃的脾胃 脾胃的說法 嗯 好了 那接著是腎 那 腎可以說五臟六腑裡面的 具重要的一部分 概念都比較廣大的 中醫的腎呢 就不是只是我們一個神 西一個神的器官這麼簡單的 那是神呢 是陰陽的根本 所有推動人體 生理作用的物質呢 都儲藏在神裡面 可以說是生命的圓 全圓來的 那控制 神呢 控制著身直 內分泌 神經和悲尿系統 它能夠平衡體內的水液的分泌 是那個控制水液的排斥 那能夠統治血氣的運行呢 對身體的影響很大的 那透過以上呢 這個體道呢 就是我們身體五臟之間的 存在一個密切的關係呢 可以這麼說呢 中醫其實呢 都很注重於我們那個 所謂的治療神經系統 那你看看了 那中醫怎麼去看 治療神經系統呢 中醫那個體診呢 就是講 望聞聞切 OK 那或者我們時間呢 我休息一下呢 我就立刻會再和大家繼續 好 第一次時間夠了 稍後再回來繼續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今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不想生病就搞定治療神經 那原醫生你剛才提到 中醫看診呢就是望聞密切的 那望就是用眼看 聞是用鼻聞 耳聽 問就是問診 問一下他究竟什麼情況 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靶物 那原來中醫認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氣 啊神啊 講話 呼吸 甚至是氣息啊 排泄物的味道 這些外在的表現呢 都會是身體內在的狀況有所變化 那中醫師會根據看診的過程 他得到一些資料啦 然後再整理而歸納出病情的特徵 和變化和規律 那這個呢就叫做變症 那原醫生呢 在中醫方面 他們怎樣去針對 治療神經失調呢 他們有分幾類呢 那就是在中醫裡面 大家可能都聽過一下 因為這個中醫的文化 其實很多人都接觸過的 譬如我們經常說呢 那個腦就會傷肝 那屈腦就傷肝形 這種這樣的 就是因為腦傷肝 這種類型 那這種治療神經失調的患者 通常有什麼症狀呢 有頭痛 情緒不穩 口乾口苦 失眠 便秘等的困擾 那因為這個是肝功能運作 不良所引起的 那這個時候呢 中醫的治療重點 是一種疏肝瀉熱 通常以龍膽射肝湯為主方 那視乎症狀加減 這個是一個股方來的 那另一類型呢 就是陰虛火旺形 那這種治療神經失調的病患呢 通常因為工作壓力大 經常要用腦 不能不能休息 那陰虛火旺形的患者呢 通常會出現頭痛 頭暈 健忘 耳鳴 手腳心發炎 喉嚨肝等的症狀了 那這種治療的重點呢 應該是 知陰降火 養心安神 那因為每個人的陰虛火旺的程度不同 那所以 治療藥方方面 通常採用叫做 黃蓮阿膠湯 珠沙安神院 或者天皇保心丹交配 那就是視乎那個病者的表現的症狀呢 那就會用這幾種方 那都是一種叫做陰虛火旺 那目的呢 都是知陰降火 我養心安神的 那第三類型呢 就是心皮兩虛 這種治療神經失調呢 特色就是通常比較年紀大些 體力差些 或者是一些貧血問題的 那患者呢 多數以女性和老人人為主 心皮兩虛型的患者呢 會出現頭暈 心跪 健忘 失眠 疲倦 面色辣黃 食慾減退 容易拉肚子 就是容易吐舌的 那這種治療呢 那個重點是照顧心皮 用心皮功能恢復正常 來讓氣血充分 改善不適的症狀 那針對心皮兩虛型的病人呢 中醫就用那些叫 龜皮湯 加減 加美 來治療的 第四型呢 那叫心腎不膠型 那主要因為呢 是腎音不足而引起的 那這種類型的患者呢 會出現失眠 健忘 精神不濟 疲累 腰酸 和月經失調 這個症狀的 那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是放著 保腎固清 養心安神 那中醫用的是 脂泡膠 膠腎 膠腎 軟 加減 來治療的 那第五型呢 我叫做心虛膽脅型 那這種心虛膽脅型的治療神經條理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個性上呢 比較上呢 是緊張啦 特別容易冒汗啦 受驚嚇啦 同時有些不安 以及疑心病的 比較重的 那因為心氣不足呢 當心氣不足的時候呢 身體的血液呢 就沒有辦法獲足足夠的 運行的力量 那所以通常的患者呢 都有些 臉色蒼白啦 胸口腫痛痛痛啦 心跳不穩 這些這樣的症状的 那針對這些心虛膽脅型的病人呢 中醫的重點呢 將是一個叫做 雜男雜腿 大家都聽過了 其實這些是一種治療神經失調的 那這種人呢 就很多時候呢 就我覺得是屬於心虛那個 那個心虛膽脅那種 就是他很怕出去啦 受不了壓力啦 就是懷疑別人在背後說他啦 那很多疑心很重的啦 那這個呢 就是中醫的分析呢 就是屬於這個 那當然呢 在我同學療法呢 我有同學療法的療劑 來處理這些所謂 雜男啊雜女啊 這類的問題的 容醫生 那照你所說 其實大部分 治療神經失調的病患呢 都是因為壓力喔 那他們如果在治療了之後 那怎樣去抗壓力呢 那有些什麼方法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那其實呢 壓力那方面呢 很多人呢就說 哎呀 我們不是那麼容易逃避的 下一種 那但是我知道呢 如果我們只是有遇到壓力去逃跑呢 只是其中一個的 但是面對壓力也有一種解決方法 那所以有一種說法呢 他面對問題呢 就問題會減少一半啦 逃避問題呢 就問題只會增加一倍的 那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即我們怎樣去減低我們的壓力 來預防治療神經失調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很多時候呢 都是不要事事呢 是追求一百分 嗯 你知道啦 很多人呢 是那種完美主義的 是呀 做事呢要做得很好啊 尤其今時今日那些上班一族呢 都是這樣很緊張的 那大家都聽過啦 心理學會的時候 有幾道A型B型的人呢 是吧 那A型性格的人呢 多半是求好心切啦 比較急躁啦 那個機那個 就是進取心 和好性心強啦 那也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 這個又是緊張得來呢 也都要完美的 那B型那個性格的人呢 就稍稍相反啦 他們隨性啦 隨和啦 凡事都慢慢來啦 又不喜歡競爭啦 對大部分 什麼事呢 都不太在乎的 是典型的曼郎中 急驚風曼郎中 那所謂的A型的性格人呢 就很容易呢 是讓自己處於一個緊張緊斑的狀態 那這個當然呢 就會令那個膠感神經過於亢奮 久而久之呢 就引發治療神經系統實調的 那就是其實呢 A型B型的性格呢 其實沒有什麼叫好 沒有什麼壞的 只不過人生的個性上的那個差別而已 是不是 那我們都跟大家簡單一點 就是做一做兩個性格的比較 那看大家自己是屬於哪一類型啦 那記著是沒有好壞之分的 那就是大家只是一個 一種就是兩種的取向的 那A型的性格方面呢 就是積極進取啦 它有具侵略性的啦 那B型的性格呢 比較消極啦 以及具和平性的 那跟A型呢 是習慣了競爭啦 好在乎結果啦 就算玩遊戲呢 都好在乎結果的 那但是B型的人呢 不論工作或者遊戲呢 都不喜歡競爭的 好了 那A型的人呢 是個性屈強啦 有時候呢 就缺乏彈性的 那B型的人呢 就態度從容啦 往往呢 是隨遇如安的 那A型的人呢 就容易被人激怒啦 那B型的人呢 是不容易被人激怒的 那A型的人呢 那B型呢 那B型呢 說話速度呢 是比較慢的 那A型的人呢 習慣呢 一次呢 做好幾件事的 以求力盡 就是multi tasking的 那B型的人呢 習慣呢 就一次只做好一件事啦 因為這樣 而感覺到滿足 滿意的 那A型的人呢 動作快 不論走路 或者吃東西都好 那B型的人呢 動作慢 不論走路 或者吃東西吃飯都好 那A型的人呢 缺乏耐性啦 對任何的那個 東西遲少少呢 都感覺到不耐煩的 那B型的人呢 就非常之耐性 通常呢 遲緩呢 通常都沒有什麼 沒什麼所謂的 那些東西慢了來 都沒什麼所謂的 那A型的人呢 重視時間的概念啦 一定要在限期內 完成交辦的事情 那B型的人呢 就缺乏時間的概念啦 不在乎那個期限的 那A型的人呢 那B型呢 那A型呢 通常呢 提早做準備 幾乎呢 就是不會遲到的 那B型呢 B型的人呢 同日有約的時候呢 時時都遲到的 那A型呢 面部表情跟班呢 尚乘緊握的拳頭 那B型的人呢 面部表情放鬆呢 當然呢 不會握的拳頭的 啊 A型的人呢 不容易滿足現狀 努力追求更高的職位 和社會的地位呢 B型的人呢 容易滿足現狀 A型的人在识别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对自己的努力要加以肯定 B型的人都不计较别人怎么看他 也都不会追求大众的肯定 A型的人办事速度快 非常强调速率 强迫沉默的时候 会感觉到心定不下来 B型的人办事速度虽然不快 但有自己的看法 也都欢喜悠哉悠哉那种感觉 OK 好了 或者大家听到之后 或者做博多装 跟大家做一个非常之简单的测试 其实总是七题 有分数 每个分数就是这样 如果强度是很强的话 最适合你 接近一 如果是很不适合你 就接近八 其实有一和八两者之间 OK 我提出这个测试 你自己给自己多少分数 一或者八之间 靠近一和靠近八 如果有两者之间就是中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 好了 状况是一那里 是经常约会 经常都要迟到的 八那里是 约会 习惯是提前做准备的 你看看哪者之间 OK 一是经常迟到 八是提前做准备的 如果有两者之间有可能的 好了 现在说的是不喜欢竞争 一是不喜欢竞争 八是很喜欢竞争 看你这方面的选择 一是习惯一次处理一件事 而八是习惯一次 同时处理很多件事 好了 第四个问题 一是动作慢 八是动作快 第五个问题 一是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情 八是感情外露 第六个问题 那个兴趣广泛 一是兴趣广泛 有一堆的嗜好 这个就是一 八是既存于工作 其实没什么其他 特别工作以外的嗜好 第七 就算时间 仓促都不会紧张 这个我说一 第八是总是匆匆忙忙 那你将以上的七题的分数 就是加到下来 接着就再乘三 拿个总分是多少 再乘三 如果你的总分是83分以下 那你就属于B型的性价了 如果你的总分是85到105分 所以你的个性是介乎A型和B型之间 就是你不一定是A或者B 或者比较平衡一些都会的 那如果106分以上呢 就是你属于A型的性格 好了 那 相信大家都听过我刚才所说的 A型性格 B型性格 当然我们的人在生活里面 我们都需要有警惕的 有一种警觉性的 有时有利于逃生的 比如突然之间全面发现天灾 很多人要暂死 也都有一些人走到出来 走到出来通常是警觉性强的人 虽然平时紧张 但面能生命危险都能够逃出一劫 所以对自己都是 对生命的言情 A型的人其实都很有帮助 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处理的手法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不要过分 都要求100分 就是有些B型的情绪 在这里的性格 第一 第二 就不要经常觉得自己是打不到的 无敌铁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个极限的 就是他不论怎样都好 他忍到这样一刻 其实他都会那个 我叫做 就是会break down那个时刻 有些人就经常觉得自己很强 很厉害 就是经常这样说 OK的 没什么事的 不用担心的 没事的 OK的不用担心 其实经常习惯了那样东西 其实他可能里面已经有很多问题 慢慢出现了 所以我们都需要做到 就是我们自己的本能的反应 如果长期处于抑压的状态 其实也会导致我们下时休 和自律神经配合的缭乱 引发自律神经的失调 是 所以这个也是 不要死都要撑 OK 如果有时都需要开声 找人帮手 要不然 好像弹簧那样 长时间拉开 用力扯开 久而久之就失去弹性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都要在这方面处理到的 不要经常说 男儿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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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血不流泪 其实都在我们的 治律神经方面 其实未必一定最好的 好了第三方面 就和刚才那方面都有些关系 就是不要一直在忍忍 在忍忍忍 当然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最近可能看那些 soak opera 肥造的那些节目 也有时是家庭伦理的关系 也有些婆媳之间的糾纷 很多时候都会有些情况 就是他们很多时候是忍住的 忍忍忍忍忍 忍到最后就是受害了 就是出现问题了 所以呢 遇到的压力 控制 应该是情绪应该控制 但输减情绪 也都不是只是一味 是要压制那个情绪的反应 这个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 另外一个要做到 就是我们上班和下班 就要on and off 原来有位日本的管理大师 叫做大前言一 提出一个叫做off的概念 有些人都听过这个说法 那什么叫生活呢 就是说off能力高的人才能够生活的达人 那就是这个人里面 是具别很多的条件和能力 在自己人生的画布中 是揮散出丰富的色彩的 那off能力高的人才能够超越工作的范畴呢 是品味人生 如果缺乏off的能力的人呢 就只会是窮亡的一族 嗯 那off和自律神经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根据观察呢 就是出现折禄神经失调的人呢 大部分有一个共通点呢 就是不懂得玩乐了 嗯 那这些人呢 随时随地都自己处于一些紧帆的状态 就算找到一个环境优美 空气中蔓延 那个悠闲的气氛的旅游性地呢 他都没有办法融入的 没有办法放松的 那如果你是真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呢 真的要想一下呢 改善神经系统的问题的首要任务呢 就学得怎样去玩 怎样去好好的享受 那我曾经所说这位日本的 一位大 大师 大前言一 最近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低EQ时代 向内看 向下看 和向后看 治疗神经失调的人呢 就治疗神经系统的低EQ 向内看呢 只是看到身体哪里不舒服 去做检查 身体的重心呢 就是自己身体的症状 而忽略了外界对你的关心 和亲友 亲友对你的关心 好了 但忽是外面呢 发生的美好事呢 比如好像世界精彩无比 很多我们电视的Discovery Channel 经常有说的 但人类只不过在一个广大的宇宙里面 小小的地球的小小的沙 过分向内看 往往的症状就会更加明显了 那么我们 很多时候呢 你会见到那些人呢 就经常觉得自己 经常口干 喉嚨有些耳蜜感 心贵啊 耳鸣啊 竟然下来呢 其实他就经常记得这件事而已 OK 好了 那做一个向下看 他说向内向下看呢 就是经常说自己不好的一面 不看自己好的一面呢 比如工作上的成就呢 都可以享受下的生活的 那最后就向后看了 就是 就是觉得以前没有病的时候怎么好啊 而忽略了活在当下这个乐趣 OK 好了 那么还有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好像学习搞套呢 走出不同的活动空间了 那就是现在人 就是人类的生活的 那个步 那个脚步很紧臭的 那么 为什么要 就是要这么忙碌呢 那么大家都说 哎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么 那么表面听就很有道理了 但是你看看呢 有些人看来看去呢 都不知道 忙什么的 那比如给一个例子你说 那一般人的生活方法呢 就是 忙忙忙 经常性加班 嗯 忙忙忙 忙到晚上呢 就是 就是宵夜 狂吃宵夜 或者是手机不离手 很多人都是的 吃着饭 什么时候呢 手机不离手 嗯 那还有一些是经常熬夜 那还有一个呢 就 容易让身体失调的生活方法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每天呢 只是懂得上班 还有睡的地方 还有没有其他娱乐 那这些肯定呢 就是不懂得 就是工作狂 所谓的工作狂的人呢 是不懂得尋找 就是那个快活的空间 比如不懂得运动场啊 游水啊 公园啊 健康健身房啊 才能班呢 就是不要只是去公司 走来走去 只是去公司 OK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减压的方法 OK 是一种减压的方法 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 那闻到花香的时候呢 身心会有一种 祥和的感觉喔 那其实触觉 抽觉 听觉 视觉的刺激呢 都会影响到我们 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它舒缓身心呢 可以提高那个治愈能力的喔 那其实在欧洲都流行了很多年啦 那它透过按摩啦 浸浴啦 分香的方法去达到舒缓精神 稳定神经或者 转换情绪 解除压力的效果啦 那我知道是不同的情绪反应 又不同的香氛或者气味可以舒缓到的喔 那那例如 不安紧张可以用甘骨啦 佛手甘 迷铁香啦 興奋失衡的时候呢 又可以用芬衣草啦 油加利薯 好焦雷焦 急干时呢 就可以用佛手甘 芬衣草 甜橙 和柠檬 好愤怒不满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 芬衣草啦 羊金菇 玫瑰 好压力沉重的时候呢 可以用百里香啦 佛手甘 末里 和玫瑰 精神不滞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 迷铁香 檸檬草 橙啦 如果好 疲劳的时候呢 芬衣草 和迷铁香 都会有帮助的喔 受到惊客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用 油加利啦 檀香 和伊蘭伊蘭 是的 那你现在看到呢 其实呢 那个香芬疗法呢 在香港都盛行了好多年了 那香芬油呢 很多地方都买得到啦 那有关的书籍呢 我相信中文都已经相当多了 是的 那大家如果有这些需要呢 就可以这方面参考啦 那当然啦 用香芬精油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几样东西呢 第一 用一个 新的精油呢 自己先做一下皮肤的测试 有没有过敏这个问题 小量先 那精油基本上呢 就不能直接塗在肌肤上面的 它要用一些所谓的基础的底油 稀释到它先 那 还有呢 重量是要不要摘到眼睛 还有那个阴部 那因为那些皮肤比较油嫩 那同一个精油呢 就不要每天都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大家认识同类疗法呢 很多时候呢 每一种物质呢 如果不断地用呢 可能会 产生我们叫做实症这个情况 就是说呢 你将物质的治疗那些症状呢 是呈现出来的 是 製造出来的 那所以通常呢 都是不要用一只 那到这样的话呢 就调调调调一下 换一下 那有时候呢 在孕婦啦 婴儿呢 都要注意 有些精油呢 就是不可以在这个情况用的 就是孕婦和婴儿不能用的 那还有呢 有高血压 和刚刚动过手数不久的人呢 使用的时候呢 都要问一问一下 治疗师 分香痴 了解啦 那当然啦 那个 方香油呢 那个疗效 和那个品质很重要的 就是有些 就是找一些可靠的牌子 来到买这些分香油 就不是乱买的 因为 炸牌子不好的那些呢 分香油的质素不好呢 很可能呢 就没有这个这样的效果的 好了 那除了 就先 分香油啦 那我也都很强调啦 我们 就是 还有什么可以舒减压力呢 那 那 还有怎么和压力和平共处呢 因为 始终啦 大家都知道啦 压力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生活啦 要工作啦 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 大陆的压力的 那我们其实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呢 好了 第一呢 我们要学会说不 就是有些人 就不肯说不 别人叫什么呢 他不要以试下拒绝 那什么都承受了 但其实他做不到的 那就无意之间呢 就被了自己的大肚子压力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记住呢 就要自己 知道做不来的事情呢 就不要答应 就要学会呢 就拒绝 好了 那还要呢 就时间管理啦 有时候自己安排得不好呢 很多事情就 就乱乱了 走鸡手鸭脚的 那很多时候呢 你自己知道呢 一天你的能力呢 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那就安排好的时间 所以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都很重要的 那第三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不要呆呆呆呆呆啦 就是有些事情呢 就是做得就做 不行呢 就立刻说是不行 解决了它 那就不要拖长压力 有些事情呢 就要处理的 就是不要逃避逃避 处理了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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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对自己有信心 是吧 要学习求救 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 就要找人帮手 那 还有要学会自己放松 发泄压力呢 有些烦恼呢 就找个朋友 倾诉一下 那 都不要太过 就是求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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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时候不用八分的 六个分都ok啦 是吧 好了 那还有一个最后 就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 那个 运动 我刚才所说 八个健康的要素 运动是其中一个 那我要养成一种 规弱的运动习惯 就是 调理治療神经的好方法 那 我建议就是选择 一些能够身体放松的运动 比如游泳啦 打太极啦 气功啦 瑜伽啦 腹部呼吸啦 外丹弓啦 静坐啦 快走呢 就好过呢 就不要用一些很激烈的运动 那有时呢 如果你是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 那你就 很多时候呢 这个运动呢 就要进入一些 是一种 一种 就是 调理性的运动 这样 好了 那我们知道呢 运动呢 对外治療神经系统失调呢 有着心理 和心理上的益处啦 在心理方面呢 运动后脑所分泌的 妈啡啦 是不是安多酚啦 那能够呢 就是 振奋情绪 那些人呢 就申请喜悦的 心理方面呢 运动呢 能够帮助治療神经系统 暂时将个繁导放在一边啦 可以分散呢 注意力呢 的解压的效果啦 OK 嗯 那运动真是很紧要啊 那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 多谢了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请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了袁医生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